你说在学生吧 你可以啊 你可以利用教科书 培养出来所谓天然读的学生孩子 可是当他们一出来 面对现实社会 他要发展要工作 我们刚才已经在讲了 其实高科技的很多宅男们 他们本来在学校 这个小封闭的环境 他可能也根本没有接触外界 他也是台独啊 因为他没有别的资讯 可是等到他到了这个科技世界的舞台 他要一展长才的时候 他也都觉得说 去中国大陆 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那一去了中国大陆 马上就觉得说 的确就像刚才之前你讲的 街道也没有比我们的脏 对不对 人有些还比较粗鲁一点 但是有些也已经非常的文明有礼貌 那吃的东西又那么像 审美也并无二致 甚至你在很多地方 看到我们书上才看得到的事情 又得到那么大的感动 他的认同一下子就改过来了 所以我认为真正解决两岸问题 凭良心说我的看法 就是中国崛起就会解决 因为他的 只是现在他的崛起的速度 快到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而台湾又不幸到 选在最坏的时间弄 找了一个台独的政党 然后你在这个时刻还要做垂死挣扎 想要跟他拉锯 或者跟他对抗的时候 那伤害的就是台湾的机会 本来如果不是这种主张台独的政党 而是一个比较温和 可以跟中国大陆好好交往 两边一起起来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两边 都在中国大陆崛起的这一波 一起水涨船高 一起站在世界更好的位置上面 那时候再来谈两岸的未来 不是比较好吗 对台湾也比较有利啊 不是这样吗洪威 其实刚才永平讲 我就想到李光耀曾经讲 还是说其实在台湾搞台独的人 只是让未来台湾人更痛苦而已 他所谓的痛苦就是 因为他已经看到一个中国的崛起 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去中国话 今天我们不是一直在搞 所谓的一边一国 好像变成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那么我们在看到中国的崛起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两岸是一家人的话 你会有一个共荣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意在操作这些台独 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 不但是反中而且是恐中 我今天要讲到像联合报的 他的一个调查就非常明显 就是说在这个调查里面 超过七成的人认为 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含支持台独的人 而支持台独的人 他们感觉更焦虑了 我刚刚讲就说 从反中恐中 然后开始焦虑 所以这就是符合李光耀讲说 你一再的去操作台独 使得未来台湾人更痛苦而已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调查 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 过去长期以来 一个反中的教育 克刚的教育 事实上他确实发挥了效果 那这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历史 他比如说你把中国史 没有了 把他变成东亚史 台湾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包含蔡英文去什么南太平洋 去出访 也要变成一个寻亲之旅 然后你包含 我们有一个是支持台独的电视台 他要到大陆去赚钱 但是他说什么 我来制作华剧 对不对 反正他想尽办法去做分科 说我要赚你的钱 但是呢我跟你不是一家人 甚至呢我跟你是要竞争对立 那最后我竞争不过你呢 我焦虑 但是呢 这样子吧 我还是继续赚你的钱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务实 你可以说他务实 你也可以说他投机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很多的政治操作 不但使得台湾很多的人才跟企业 丧失了舞台 更重要是 我们去陷入一个莫名 而且不必要的焦虑感 总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 将来中国大陆会领导世界 只是时间点的问题 OECD认为是2020年 高盛认为是2030年 那美国自己的情报组织 认为是2027年 那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歧视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讲的 你知道最近泰国的公主 泰国皇室是比那个总理还有前卫的 泰国公主最近在翻译一本中文书 因为他中文非常好 他把翻译成泰文 把中国的小说翻成泰文 全世界的皇室都让自己的小孩子学中文 所以不止川普的小孙女 然后我们再看比利时的皇室 12小朋友都在学 那最有名的英国的乔治王子 他是接皇位 他是第三孙位 他阿公是查尔斯王子 他爸爸是威廉王子 他是乔治王子 他第三孙位 他如果前面的人都挂了 他就是英国国王 所以这个小朋友现在在学中文 是 他在学中文 而且学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 因为都看到了就是这个趋势嘛 我们刚从头讲到底都在讲这个趋势 可是台湾现在在干嘛 现在有一小撮人 他就是在搞 我们要独立 然后治外于整个世界 那让整个台湾越左越下坡 所以从三年多前的太阳花搞到现在 那台湾的经济其实是每况愈下 他就是杀死台湾的经济 是 就是为了他们那个台独的 自己做不到的梦嘛 可是支持太阳花的很多人 现在都去赚人民币 可是台湾却被他们 台湾经济被他们弄死了 很多台湾小老百姓 没有办法活下去 不只那个洪世宽在狂笑那个画面 而且就是有一个白吃白喝的女孩子 有一个去白吃白喝人家 幸福的 对 然后他po文贴了 哇 是时代力量 那个党部的背景 那那个是桃园党部 桃园党部说不是我们的人 结果这位这位吴小姐说 我已经缴了你们党会 钱你都收了 10月31号你就给我收钱 我要代表你们那边选桃园的司议员 所以网友哭手 对啊网友就哭手了 太阳花里都崩溃了 网友都崩溃 罢仓12月16号 这是神圣的日子 展现人民的力量 但是台湾民主崛起 台湾的民主崛起了一个里程碑 这是钢铁侠 在我脸书上写出来的 但是我们看 蟑螂的力量 他哭手拉 你看 国会蟑螂 就是音音的笑 因为习永明在上面 背尿死一个小时 然后摄影的蟑螂 被他这样 习凶蟑螂 是习凶的嘛 那这个美洲蟑螂 双红国籍 对 他要放弃美国国籍 所以要回来陷了 那这个就是大家讲的吴小姐 所以你看到 其实网友 网友是有创意的 可是台湾已经被弄到 这种地步 这些人要负责 你看这个曲线 非常有趣的是2013年 一直到2016年 这个是谁执政 这个是谁执政 2013一直到201516年 马英九 马英九执政 那为什么中国的认同 中国人认同 会往下负责 为什么 他也要负责任 我们非常清楚 就是跟 这个是谁执政 是谁执政